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新歌首秀的时间 真的有很多网友真的是期待已久 期待着你的表演 新歌首秀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放 对对对 放 它实际上就是带来了一种 非常的快乐 积极向上和阳光的状态 对 讲述一个友谊的故事 然后把这份友谊和自己这个 激励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友谊 青春 爱心 是不是 对 好 接下来有请许葳周 为我们新歌首秀带来放 参与演奏 中国历史画 平暗 The National Anthem 是中国历史 歌曲 来吧 追寻着发烫的日光 用理想画面书写了漫长信仰 眼神中憧憬着海浪 在转流不息的城市寻找方向 下一个绚烂的星光 我是放眼睛的风光 用灿烂的力量奔跑在闪亮的光下 对世界喧量泪性燃烧的模样 像铁空那温暖的星光 在转流不息的风光 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灵感的话来源于生活吧 就是你的生活经历是吗 对 生活经历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突然间蹦出旋律 然后我会把它给记下来 或者是用手机录下来 然后回家的时候再用吉他弹出来 然后再写下来 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去创作一首歌 对对对 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再和老师沟通 然后再把这编曲做出来 所以突然被大家接受和喜欢的时候 会很有成就感 其实创作音乐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其实真的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音乐 真的是很快乐的过程 没错 其实我理解的音乐的灵感 就是有时候会通过梦境 你全部都是做梦的时候创作的吗 也不完全是 我理解的创作有两种 一个是老天给的 就是你不管在走在路上 或者是看什么电影啊 听到看到人讲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突然就来了 一些感触是 对 它是老天给的 但有些呢是别人讲的故事 然后你把这个故事整理成自己的 一个音乐的形式 对我觉得就这两种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打动你的故事 或者你的情感炫在里面 没错 你才会有这种创作 一定要走心 我特别喜欢你最后那句话 一定要走心 因为只有创作人走心了 观众听起来才会打动 才会被打动 不管音乐是什么风格 它哪怕是一种快歌 它也是要走心 对 贝贝呢 贝贝其实现在也在尝试着 去做一些创作 对 然后我也会综合 然后前者 还有就是前辈们 然后写歌的一些经验 然后从中吸取一些 然后尝试着 然后写出自己的作品 有没有觉得 有一段时间觉得好难 觉得真的就进入瓶颈 其实不是有一段时间 我是一直觉得挺难的 创作 就是 后面快乐 就是 就是你看着 就是你觉得一首歌出来 你听着很开心 其实你不知道真的最后 背后这些作者 为他付出了多少汗水 所以你可以像 比如说许维舟啊 或者像丁宇啊 来提到经验 这首歌我觉得是最好的 直接要就好了 好 这个私底下可以商量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这首歌呢 是由于月月为我们带来的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名字叫做 奉献 一起来欣赏 在这首歌呢 嗯